今天的個案有53例 其中有37例是境外移入 16例是本土病例零死亡 那這37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有25例是落地採檢 12例是居家檢疫的一個採檢陽性 那有關今天的16例的本土的個案的部分 那其中有6男10女 就是未滿10歲到這個80幾歲之間 那這16例裡面有高雄佔8例 桃園有7例 另外台北也有一例 那高雄的8例的這部分 郊西長榮相關的幼兒園的學生有一例 那另外還有這個高雄港相關的同住家屬有6例 那這6例其中有這個 都是在1月有5例 都是在1月19號 因為在診所接觸到個案的感染 那另外還有一例 是這個居服員 18904的服務對象 那所造成的 那另外感染源代查的 是有18988 那這案就是從新北來高雄遊玩的 這個國中生個案的母親 那他是1月26號到31號都在高雄活動 那有關 這三位 這個目前這三位感染源人不明的 這一家三口的群聚案 那目前會針對這個基因進行定序 那再做進一步的了解 那另外桃園有7案的部分 就是 某物流公司相關有7案 那這7案裡面有6例是員工 1例是員工家屬 那在昨天2月1號 總共採檢了590人 那其中有6位 陽姓 那其餘的584位員工都是陰姓 那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同住家人 就是昨天檢驗出來的 19030 19030 今天的個案19030 是昨天 確診個案18975的小孩 那另外一件事是根據 我們昨天定序的結果 那這物流公司的群聚 是屬於這個 Omicron的一個 變異株 那且跟這個 陶姬的這個群聚案的 序列相符 所以有關 有關物流公司的這個 可能的感染源 目前還在追查當中 那最後是台北有一例 那這個是 案18989 那他這個是跟房仲相關補習班群聚學生 的父親 他因為在 醫院 醫院裡面陪病 隔離 最後染病 確診 以上